在全球营运数码基础设施的Digital Bridge集团将来马大展拳脚 预计到了今年底 这家大企业将在我国的数码基建领域投资超过40亿令节 首相多斯里安华今天在脸书发文 分享他接待Digital Bridge代表团来访的好消息时说 这家总部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公司 计划在我国建立崭新的数据中心 电讯塔和光纤网络 安华也表示 政府将致力发展干净和有力的生态系统 促进贸易投资造福全民 根据大马来方资讯公司这个星期三发布的白皮书 我国的数码基建增长最快 但是去年的数据量就达到113兆瓦 是泰国的四倍 崛起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数码投资新星 前面就用了一动 顺利有数据量出品 摆动但四倍 不满地 让温暖地 感谢观看